哥哥拍每日一打了 好 每日一打 好 来 走 好 好了 老花姨每日一打 再给华尔兵义务的去解决一些花负问题 他第一个华尔兵说 老花姨你好 你看看我的白掌怎么了 大概冬天大概一月初买的 没有那个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冷 再加上有一点点什么呢 就是那种有点欧根 他其实是喜欢一些光照的 但是不喜欢强光的一个暴晒 如果说您用这种吃盆的话 要拿捏咱们的胶水 我看您埋的也比较深 你要看过我两篇视频的话 你就知道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用盆的话尽量的排水透气 你就像人穿鞋子穿袜子穿衣服 不是一个道理吗 对吧 像白掌呢 他一般冷了的时候也会这种体现 你像吹空调 你到晚上你吹不着 他肯定就有点那种了 好吧 下一个臭宝 老花姨想问一下 杜江花新长出来的叶子不绿 要施肥吗 这个肯定要施肥的 好多的话有理解不了施肥 其实植物的施肥 跟人吃饭是一个道理啊 人一天三到四顿 植物是一个月三到四顿 你要是有一个月不给他施肥 他其实跟人一天没吃饭 没啥区别 再说了 人家还可以光合作用啊 盆土里面还有营养 就相当于人还吃着 该施肥啊 用什么肥 用繁肥水是最佳 那其次呢就可以多接一些雨水 然后用一些花椒一号就可以了 像一个臭宝说 用过二维地虫米这个白色粉末 看起来椒苗什么的 带出的小虫子 我看一下哈 这个花友发来的是 确确实实有一些小虫子 这个有点像小蚯蚓啊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嗯 你说是土里面有虫吗 两个月没变化 没有看到它这个植物整体的一个图片哈 没有植物的整体图片是吧 像这种虫子我看的像蚯蚓 问题不是很大 也不排除是线虫 好吧 嗯 最好是下回再问问题的时候 拍一个整体的一个照片过来 这种问题不大 植苗的话很正常 像现在天气冷 你虽然说立村了 但是它还没有达到稳定的15度以上 大部分植物15度以下 它都会进行一个休眠 就睡着的那种状态 不要太急 养花又这样 养花的节奏放慢30倍就好了 老花椰又来麻烦你了 再没啥不好意思的 这个六月雪还有旧吗 看土都硬快了 然后换完之后这样了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救了 花肉可以放弃了 很多的花肉就是 我老是跟那伙说 因为我身份的原因 大家也都知道 我也卖土也卖花 我老是跟他们说 我说你买一份咱们家的土 你按照我那个操作来 就感觉好像我卖你东西骗你一样 你这么八经的说 咱们就是你从买苗 多看看我视频 按照我那种方法操作试试 我多了不说 我大概从15年到现在 至少有两三万的花肉 就是摆脱了这种养花的魔咒了 都能学会养花了 这真没夸张 因为做时间太长 下个抽筶说老花椰过年好 过年好过年好 坐标河北一个月浇700毫升的水 这个就是发财树呗 长得太长了 跟发财树 我那拍发财树老跟华尔美说 我这发财树长得太长了 你就捡一捡 这就是跟女人的头发一样 大辫子一样 你很长的 她那个长头发肯定的干燥啊 毛枯啊 分岔啊 不很正常 你捡一捡不就行了 对吧 有些话说我不想捡 不想捡她肥力供不上 对吧 你不想捡 你这个东西又没法给她做头发 又没有这种专门的头发垫 你没法给她做 只能捡啊 修剪 好吧 现在可以修剪 你就留下那种比较矮一点的那个嫩叶 其余的长的全捡了 别舍不得捡 别舍不得捡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你看看 时间长了以后上面都拔空了 母体的营养也废完了 时间长了这个树就自己嗝屁了 自己把自己给长死了 老华尔你好 草莓叶子四周有点变黑了 这种是病害吗 该如何处理 这个就是有点缺光啊 这老叶这个样 没事 老叶这个样 尤其是吃的东西 你就掐了就行了 你现在这种东西 你又不能用药 这偶尔一两个芥片你就掐掉 然后多给出一些光照 温度低了也会这个样的 我看到你们那边温度 是不是也不是很高啊 我看到那个上面一个叶子 边边上有一点点黑 需要温度高一点 多塞塞太阳 别的没啥 不建议用药 有吃的东西 好了 老华尔梅里达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啊 现在播放量也不行了 然后呢有什么花负问题呢 尽量的拍完整清晰的照片 问的具体一点 我会给大家做视频的形式展现出来 我是老华一 养花就在你 干嘛